周末跟著專業分析師一起開趴 輕鬆掌握財經消息與產業動態 理財周末派 讓你投資神展開 本節目由News98 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摩爾證券投顧 111年金管投顧 新字第014號 大家好 我是新歌 歡迎收看FM98.1 98新溫胎 理財周末派 我想這個禮拜最重要的大事 就是美國總統的選舉 終於乘埃落定 一切的這些所謂的風風雨雨 還有不確定性 已經全部排除 那當然想當然 大家都知道 這個川普概念 或是川普交易 現在是這個氣勢非常的火熱 而且非常的盛行 那一口氣呢 基本上 我們看到了 共和黨的擊敗了民主黨 其實可以說獲得了完全執政 完全的勝利 好 那回到整個市場的表現 這市場的表現呢 看起來呢 這個台股是跟著美股有在走 美股在揮達創新高的狀態下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包含標普 包含道瓊指數齁持續的創新高 那美股漲得最兇的呢 那反而是小型股 羅素兩千的飆出去了齁 所以呢這個禮拜呢 其實非常的強勢喔 那台股加權指數呢 選前在美國選前的是比較不確定的齁 在這個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呢 也是連續上漲齁 周五又是大早145點齁 那來到了兩萬三千五百五十三點齁 那也是接近了這個前高齁 不過有一點美中不足的是齁 這個周五的盤勢齁是開高走低 但是周線仍然是一個長紅棒齁 沒有太大的問題齁 那麼接下來呢 大家都在問齁 其實齁 很多人都有一點齁 這個開始齁 會質疑說 欸 阿川普當選了 你看那個各大的標誌說 阿川普當選了 台積電怎麼辦齁 那台積電到底會不會有問題齁 那台積電的供應鏈們 那到底會不會受到影響 那到底在這個明年一月份 川普上任之前呢 台積電的這段時間呢 還有沒有機會往上走 到底實在是要看川普 還是看我們看到了這個說的回答 我想齁 其實大家的問號都很多齁 所以我們這時候呢 就請這個專家齁 來跟我們聊聊說齁 呃 這時候第二 怎麼去看美國總統大選 第二個說美國總統大選 已經底定了 那接下來的產業趨勢 應該怎麼走 還有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台積電齁 應該怎麼辦齁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邀請到我們頭顧的分析師 陳俊仁 傑兄好 欣哥好 所有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傑兄 嘿對 我這個現在要直接問你了齁 就說 這個齁 其實看起來齁 美股齁 看回不回 然後可能選錢回黨 接下來又繼續往上拉抬 台股好像也是一樣 那麼第四季的行情 看起來欲小不易喔 對其實喔我要跟大家講齁 大概第一個重點啦 就是說你不管美國總統誰當選 對 那現在共和黨已經完全執政了嘛 好 過往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股市在11月份 它其實上漲機率是超過八成的 是 尤其是在金融海嘯過後 一直到去年為止 美國股市在11月份上漲的機率高達八成 而且平均漲幅是3.08% 所以換句話講喔 上個禮拜大家看到說 川普講一些對台積電不利的話 對 對股市有一些的震盪 但是你針對台積電的看法 你必須要有一個前提說啊 反應完了 是 就選錢嘛對不對 選錢已經先跌一段了嘛 待會我會跟大家再去聊一個 非常有趣的事情喔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其實 川普第一次當選 那一次 台北股市是當天殺了一根藏黑啊 對跟著美國的棋子盤一直殺 然後第二天就修復了 對 然後那一次2016年那一次 他是有三天就見低點 台北股市是三天見低點 那這一次的話 我可能要提醒大家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也許台北股市在這一次 美國總統大選開票前 三個交易日可能低點就已經出現了 是 對 就已經走在前面了 對 先落底了 往上先攻了 所以大家務必要知道說 現在你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川普他不管講什麼 對 或者是未來對台積電有用什麼方法來做處理 對 都是明年喔 1月20號之後的事 所以1月20號之前他講什麼 第一個 你要視為說說一個啊 大概是 行情在波動之中一個買點的機會 因為過去川普擅長政治語言 他是這樣當選的啦 所以基本上他過去的經驗就是說他 講一句話啦 那個狂人冷銷的 那個股市動盪一根藏黑下來 你在這個時間點一直到明年過年之前 其實是非常好的機會 那我會跟大家這樣來聊 另外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喔 幫大家去整理說過去 三次也就12年 這是美國選舉嗎 對 美國選舉 OK 那我不曉得喔 大家好 你有沒有那個印象 我實質要跟這個節目跟星哥來聊的時候 我特別去看了一下過去的歷史的數據 我發現 你在美國總統大選 不管誰當選 哪個黨執政 平均的漲幅是18.3% 台股喔 台股 而且我是從喔 開票完之後 見低點開始算的 而且一個很重要的喔 過去12年 尤其是最最弱的啦 最弱的2012年 那個時候是那個歐巴馬連任那一次 那一次喔 台北股市用了11天 11個交易日見低點 但那個時候台北股市的股 那個體值比較弱啦 因為那個時候是在搞政所稅 我們自己在搞政所稅 所以那反而11天才見低點 後面2016年3天見低點 然後上一次2020年是開票完 兩天就見低點 那剛剛我聊到 這一次大家有心理準備 也許我們在禮拜三開票嘛對不對 往前算 上個禮拜五 也就是說開票前的3天 台北股市低點就已經出來了 那是回撤季線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第一天出現 剛剛剛剛星哥聊的可能就說 大家都以為的是拉起啊 那個長長長的下影線是回撤季線 可是我會跟大家來聊說 過去喔 以那個航庫啦 是 國家隊在做防線的經驗 其實他這一邊拉的是10月的開盤價 OK 10月的開盤價 他不是守季線 他是守10月份 對對對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欸破季線其實9月底就一次了 如果站到手機線那個 9月底那一次就一次了 所以我幫大家好 把他統計出來 而且 把那個平均漲幅跟前一次川普 當選2016前一次川普當選那一次台北股市的漲幅是11.1% 對 這個漲幅是一路從開票建低點完一路到隔年農曆年喔 就一口氣漲到過年 對 OK 一口氣漲到過年 是 而且那個過程 你只要看到那個大盤跌下 你一趕接 然後一路的到過年之前你都賺 那大盤的漲幅喔 我們從那個川普2016年第一次當選的那一次來計算喔 對 欸高點 會到24698 OK 漲幅11.1%的話 那我們是用上個禮拜我的低點來推算 是 這就是低標嘛對不對 低標11.1% 24698 已經過了 24416會不會過 會 那你說就不管你是用2012的13.7%的漲幅啦 或者是 前面12年三次平均漲幅18.3% 每個漲幅都告訴我們 台北股市怎麼漲一直到農曆年 就明年齁大家放年假之前台北股市就是會過24416 你把這個重年掌握住你就不用去想說 哎呀川普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啊或者是現在大家都想說他會 那個提升關稅嗎 拉關稅 然後可能補貼就減少對不對 然後可能一對一對一對的一個測試 你一定要記得那個都是在明年1月20號過後的事情 明年1月20號之前你不要去想川普跟你講什麼 所以明年1月20號也就是說其實就是在過年前了嘛對不對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明年過年之後 現在散任前大概就是到時候農曆封關嘛 對那這個大概兩個月的時間了 對還有兩個月時間 對兩個 欸這兩個月時間了 大概大概 大家你把它規劃成就是三段的一個算是我們講說必勝的行情啊 是因為過去我們就有聊到嘛 然後那個11月份美國股市 你不管總統大選結果怎麼樣 他們就是漲 那美國股市漲 那台北股市現在看起來不弱啊 對 欸台積電 欸那個禮拜五還要過那個 1080對不對 下個禮拜五我們直接談 我待會跟他聊說 下禮拜大家有心理準備 也許台積電要過1100啊 是 對如果台積電這個走法 換句話講 接下來大概11月份台北股市沒有問題 對 11月過完 欸12月份遇到是什麼 消費性電子的旺季 傳統聖誕節 對然後最重要的接下來還有集團跟本土投信的作戰 作戰行情 對你可以看到哦 那個開票完之後 鴻海集團的表現是還不錯的哦 上個禮拜就是鴻海集團最強啊對不對 黨黨強棒哦 真的最弱的是鴻海 其他真的都不太強 他的子弟兵輪流拉上庭 對非常強 好 那這樣的跡象 現在11月 鴻海集團就已經有所表態了 對 好 那如果集團作戰 他會不會再來一次 會啊 也許齁 開始倫動 對對對 這星哥講的很好 嗯 一般齁 母公司的那個股價 通常最精華的一段是在年底的集團作戰 是 所以現在還不到年底 雖然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但是你要知道子弟兵先拉 你是期待鴻海的人 我會我會告訴大家都說 也許在那個集團作戰 年底最大那一段那一段集團作戰 大家反而會有亮點可以看 就是輪得到啦對不對 輪得到啦 照輪的啦 等一等啦 跨年之後呢 集團作戰 往跨年之後就是什麼 遠越效應 就遠越效應 大概基本上啦 我們大概就基本上跟大家小聊一下說 川普要就任之前 對 你懂得賣股票 其實就還蠻安全的 是 所以現在這個 至少這個空窗期 他現在應該是說我們說口說 然後打嘴炮了對不對 沒有辦法震撤性 實質的做任何的動作 那反而拉回都應該是機會 對 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啦 就是說我剛才有聊到一句話 就是說你只要開票完 或開票前大盤的低點 你已經確認了 好一路到隔年的農曆年之前 其實台北股市 你看到大盤跌 買就對了 是 其實美國總統是川普當選的2016年 就是這樣 那一個時候漲幅11.1% 中間在12月份有出現在聖誕節之前 有一個小小震盪 啊當時候來講 也是川普又是放話的講一些 也講一些話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墨西哥 移民的事情 他放話講一些話 然後動來動到一下 對對對 然後你趕買 移入了到明年 隔年的 又是創高然後拉到高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大家 你可以把那個 我們所聊的平均漲幅跟保守漲幅去看 那整個行情 其實這一邊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上個禮拜五 是低點 為什麼會是上禮拜五是低點 我們幫大家去觀察了整個 從8月份的股災 大盤破了季線之後 有哪一天喔可以下影線 超過200點 然後又帶一個長紅棒的 11月1號禮拜五之前 就是11號這一根嗎 之前都沒有 之前是8月6號 就是8月6號跌墜之後 就是破2萬的那一天 就是8月6號破2萬那一天 他只是一天破2萬 後面拉上去 從來就沒有再回頭過了 所以這一次如果相同的跡象出來 而且他又是跌破10月開盤價拉起 就我們過往去看國家對防線的經驗 這個非常有可能是整個在年底噴出去 一直銜接到圓月行情之前最低點 OK 所以我們剛剛才會跟星哥跟他聊到說 欸有一個定論齁 那個開票前三天 其實大盤就已經很低點了 好這邊跟大家來做分享 是所以也就是這樣子說 就捷運兄所講齁 在這個時候呢 各位如果買進去的話 其實呢可能高位搞不好會有震盪了 這沒有錯 每天都會震盪嘛 可是震盪的過程中 其實不要因為川普的語言 你就嚇得自己喔 智慌收教啦 反而應該是說 假設有拉回的時候 來找機會 那機會方面呢 怎麼來挑呢 其實我們大家去看喔 川普的勝選的概念股裡面 第一個大概最近比較明顯的 其實是在加密貨幣的族群 而且比特幣已經一直創高 對沒有錯 那另外來講 在中概IC設計的部分 最近也很強勢 對對那個 IP股 那個四星KY 那個跌了一段時間 好不容易看到最近翻起來 那翻起來的時間點 很有趣喔 就剛好在川普 那個勝選機率越來越高 他就股價就先漲 對對對 對但我要告訴大家說 如果說以川普的政策 受惠族群來講的話 第一個首選還是在AI股的部分 那AI股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觀察說 技嘉跟偽創 這個其實已經股價修正很久了 對階段了 你在喔 那個川普勝選機率越來越高 他在嗆聲台積電的時候 反而這些股 股票都往上先走了 對 所以這個時間我會告訴大家說 呃 第一個已經拉起來的股票不要追 然後我的LINE 這一邊會持續跟大家來去做分享 接下來會接棒的個股 是 那LINE怎麼加呢 對 我們會跟大家來分享齁 對 手機LINEID搜尋小老鼠J78 好 除了偽創跟技嘉之外 我們會在下個禮拜跟大家來去分享 後面會接棒的個股 好 我想其實呢 趁著這個休息的時間 大家可以加 俊元老師的這個LINE 我想整體來說呢 整個現在的美國的市場 其實比較偏多了 那台灣也是偏多 可是大家不敢追高嗎 不敢追高的狀況下 如何來做所謂的一個選股 還有輪動的動作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歡迎回到理財周末派 我是主持人林昌星 在我們現場的是摩爾投過的分析師 陳俊元陳老師齁 我們在第一個階段 跟大家提到了齁 其實在這個川普當選過程中 其實不論是這個美國總統的誰 或是說美國總統 只要大肆底定之後呢 過往齁 對於台股來說呢 都是像吃了一個定心丸齁 落底之後開始漲 而且波段的漲幅呢 其實相當的驚人齁 那大家想嘛 一路以來呢 可能從11月 12月到1月過年了 這一段的行情呢 一路有作戰啊 有集團的行情 我認為呢 這個大家都可以來做一個 適當的一個關注齁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還是強調齁 你一定要做好功課 你才不會 只會買全職龍頭股 你只買全職龍頭股 也沒有不好 但是呢 其實呢 外資大家都知道 外資現在的角度呢 他就是不多不空 有買股票 那也有避險 但是我認為小型股呢 其實你還是需要一些分析師的協助 你才能找到齁 真正比較有內資 去關注的一些標的齁 那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回過頭來談齁 現在的盤面上呢 其實看起來呢 這種所謂的FED也在降息了嗎 那開始降息了之後呢 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降息的時間點 已經啟動了 那為什麼整個市場呢 對於債券呢 還是相對的他說比較低迷 不曉得這個成券 陳老師有什麼樣的觀察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說 美債 美債這一邊他的價格的波動 其實現在大家去追蹤一個 就是說他的美債殖利率啊 對十年期都在殖利率 對十年期或二十年期的話 第一個 十年期大家 你要美債要往上有一個波段的話 其實說川了 要降到4%以下 是 那以二十年期來講的話 是4.3% 對 那所以現在這個時間 又川普當選了美國總統 對 那以他自己本身的性格來講的話 他很很很明白我就要降稅嗎 對 降企業的稅嗎 對 那降稅的話政府需要舉債 對 因為有財務的上面 因為降稅就沒錢嗎 對 那就從別的地方開始收錢了 好 那如果川普真的是嚴厲執行他降稅的策略 然後是 那等於換句話講說 明年的1月20號過後 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說 美國這一邊為了發債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會去壓低債捐的價格 你要吸引人家的投資嗎 我發債給你 你要那個來投資 那第一個我就一定是什麼 壓抑他的債捐價格 是 所以換句話講 你現在來講的話 那個手中可能是 的 投資那個美國債券的 美債的話 你可能要一個心理準備說 在明年的1月20號 也許在美國公債殖利率這一邊來講 不會那麼快速的 可以就是往下來做回降 是 那整個 川普的性格 也很容易的讓美國的公債殖利率呢 在高檔上面震盪整理 所以換句話講 我這邊準備了 他美債的觀察 第一個 四大條件 你怎麼去運用這四大條件 來去看美債怎麼樣回穩 是 包含了公債殖利率的那個波動 你怎麼去抓那個數字 那還有接下來 就是當然美國聯準會的那個 降息的策略 他必須要一直不斷的執行 才有辦法 是沒錯 對應 而且這禮拜呢 其實都讓大家觀察了 包含鮑爾跟這個 川普的互動 其實說老實話呢 川普是一直很不喜歡鮑爾 然後鮑爾可能還是任期 可能要到這個2026年 所以 這兩個人的互動 我覺得大家來觀察也很重要 也可能會下指導期 也說不定 也蠻有趣的 第一次看到聯準會主席 那個公開聲明說 我絕對不會辭職 而且搶了好幾次 對不對 跟記者說不會 我絕對不會辭職 對 就依法嘛對不對 依法是沒有辦法讓他辭職的 還蠻有趣的齁 那這也看得出來 就是說接下來 大家你如果守中 美債部位的投資朋友 你可能要真的要去留意說 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我跟大家先聊一下 然後因為 如果以美債的經驗來講 過去其實金融海嘯過後 對 他是歷經喔 聯準會十次的降息 對 十次的降息 一年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他才可以創造 大概就是長期的投資報酬率31% OK 就連續一直降嘛 當時是這樣 你必須得是連續降息的動作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欸這個十一月剛降息 第二次而已 對 好你十二月再給你一次 明年可以降幾次 不曉得 對 而且現在大家如果看到 如果大家有去看喔 FED在這個中 應該是說十一月八號降息之後呢 整個Fed Watch的曲線呢 從去年明年啊 就2025年本來會降四次 現在看起來是第一季降 第二季降 第三季以後 就不降了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問號 因為要等川普以後 這個上任之後 那有沒有公開的談話 所以我覺得 對於短線債券的投資者來說呢 你這個時候叫你砍呢 其實你也砍不下去嘛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要壓住美債 然後希望有大幅的噴出 我們認為呢這個現在這個時間點還不太明朗 就簡單一句話要 叫股債平衡 對啦 就是在以收席為主啦 再如果你要賺價差 這個時間點 看起來價差不會出現 所以股債平衡啊 是 那當然我們會跟他再去談到說股債平衡 股債平衡 對下個禮拜台積電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 是 那台積電的部分喔 我們喔 在禮拜五就看到一個他2024年10月份的財報非常好 那當然有我跟大家來聊台積電喔第一個 以他啦 他這一家公司來講的話 目前我們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美國本土很難再複製 是 華爾街有一句話說台積電如果不見了 全球將崩潰 對而且好像3C可能會停擺一兩個月吧 都做不出來了 哈哈 然後沒有貨了 美國然後川普如果要真的找一家公司來取代台積電 也沒辦法 為什麼沒有了 沒有半導體晶片廠 他可以去毛利率可以挑戰六成 是 台積電的股價可以一千塊有稱 就是他毛利率六成 世界無人可以被批題 是 所以換句話講說接下來台積電的股價 他也會變成是台北股市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 我們講說一千塊有稱這個在未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會跟大家來談說下個禮拜台積電有機會創新高 對當然也是下個禮拜喔 因為接下來有一件事情 MLCI調降那個權重 台積電的權重是調降 0.39%是最多的 是 大家你要知道 欸不是馬上調降就反應 調降那一場 但是要告訴你一個時間點 對 11月25號才生效 OK 所以在11月25號之前其實 他就會震盪了 對 換句話講下個禮拜你趁著說10月份的營收非常漂亮 對 那川普的利空也反應完了 因為上個禮拜就反應完了前一個禮拜 前一個禮拜就反應完了 對 那現在來講全部大肆底定了 你也有一個非常不錯的利多 所以你要創新高當然是趁現在 換句話講下個禮拜台積電有機會去挑戰1100塊 是 下個禮拜過後 對 大家要留意了 越來越接近 那一個11月25號 MLCI權重生效率的話 也許就是說 回歸台積電的部分就是在 壓力了 對就會有一些壓力 一千塊這一邊來做支撐了 這個其實我蠻認同 陳俊研老師的說法 就是說我會認為其實以台積電 其實他是非常棒的公司 可是大家知道台積電的法說 或是他的這些營收公布之後 如果今天預估是44塊的話 44塊乘25倍的分別比 剛剛是1100吧 所以1100的這個關卡 我覺得是蠻尷尬的 所以很多人說 啊台積電創新高的去追好嗎 我覺得 投票你可能還要好好去思考 那接下來重點 我覺得台積電還是以撈底的方式 會比去追高來的 去抓時間 對要抓時間 抓時間 我設定一個時間 給你的時候沒有創新 欸我先收一下 對啊 先收回來一下 是 好啊你你你這一面 有撐好 我再來再來 踹踹看這樣子 對而且而且我覺得台積電的波亂漲幅一定是有 但是都是從底部上來 但你說要直接像那種火箭般的噴出呢 看起來呢 以現在外資的態度來講 短期是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外資比較看空台北股市嘛 對不對現在是內資跟外資 那內資就是 以中小行軌為主 那外資壓力大行軌狀況下 我覺得大家在這邊呢 還是一樣有做一些股債的配置平衡 那當然另外11月份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其實在 10月25號那個MSCI生效日之前 其實還有一個回答財報 對 對 沒錯 所以我換句話講台積電下個禮拜 如果沒有那個黃金時間過1100 後續讓市場的資金可能就回到 跟GB200受惠 就回答在概念股 對對對 相關供應鏈的個股了 是 那我想說台積電 他也是已經往上拉了嘛對不對 對 如果大家去觀察一下 有一些個股跟台積電相關的 他甚至有吃到GB200了 是 你可以去看2449的晶圓電子 是 像這種這種這類的個股 他其實基期夠低 所以進來講 11月份他算是看起來 是一個起漲的狀態 所以有現在 你大概要去看說 一些拉高的中小型股 或者是基期墊高的個股 你不要去追他 你想你反而要在接下來 11月份上場機率非常高的行情 去抓那一些 會接棒上月線的那個股票 好我想其實 俊仁兄講的非常的中肯 就說 在這個時候呢 追高是不適合的 你找一些右下角基期低 那表現又不錯的一個股票 那怎麼樣來這個索取這樣的一個資訊呢 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會在Lite 小老鼠J178這一邊 跟大家來去分享 相關後面會接棒的個股 大家你手機拿出來 搜尋小老鼠J178加入之後 你跟我打聲招呼 穿個笑臉也好 那我們後續會 去跟大家來分享後面會接棒的個股 那我這邊也要提醒 除了美國公債持利率之外 我們公債美債持穩的四大條件之外 我們也特別跟大家聊 現在如果有弱於大盤的個股 也就是說它是往下見低一點的 是沒有過月線的 你反而在這邊要懂得太弱幻強 好我想這個提醒非常的好 那希望大家能夠再檢視你的股票之餘 可以在整個現在美國中央代表之後 有全新的投資組合策略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樣操作的 可以來跟這個陳俊源分析師來做一個索取 我是金張欣 謝謝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